道德三皇五帝 功名下后商周 英雄武霸闹春秋 请客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名姓 北芒无数荒丘 前人撒肿后人收 说什么龙争虎斗 这首西江乐 是东周列国志开篇的时候 写到的一首词 要说到这个春秋五霸 说法很多 有人说这个春秋五霸 包括齐桓公 宋湘公 晋文公 楚庄王 秦牧公 有人说呢 这个春秋五霸 包括齐桓公 晋文公 楚庄王 吴王和驴和月王勾建 不管哪个说法正确吧 说的大多都是在春秋史上称雄的诸侯国 在前几讲书当中 我们已经介绍过很多位了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秦国的秦牧公 秦牧公能够称霸图强 当然他身边也得有谋臣 你看历史上这种现象很普遍 一个君王要想成就大事 身边都有文臣武将 这些文臣武将那都是晴天伯玉柱驾海子金粮 文能安邦武能定国 那位说这秦牧公身边 有谋臣吗 有高人吗 也有 在秦牧公身边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谋士 这位谋士是想当初 牧公用五张羊蹄给买回来的 那位说我可头回听说啊 狗掌鸡就杨事 这个身边的大臣贤相 怎么是叫人家给买回来的 这是哪位这么倒霉 哎 您别着急 这讲书啊 我就给您详细讲一讲 这位武将羊蹄买回来的人才 有很多人呢 我一说到这儿 大伙都知道了 哦 你说的是五股大夫 百里西 对不对 您说的一点不假 这个百里西 高人 可是百里西呀 也有点坎坷的经历 翻回头说 这个百里西是渔国人 家里面很穷 一直到三十来岁啊 才娶上个媳妇 杜氏 老杜家的姑娘 没过几年 这杜氏给百里西生个大胖小子 起名叫孟明氏 您记住百里西这儿子 等到后文书的时候 我们还会详细介绍他 我们还会详细介绍他 生这个孩子 百里西很高兴啊 可高兴之余又发愁了 现在家里自己都吃不上饭 再来个孩子 这可怎么办呢 这玩意太要命了 你看有些时候 你看有些时候这钱呢 必不可少 这钱是硬头货呀 一个国家要没了钱 这个国家玩不赚 一个人要没有钱 那等于断了血脉 百里西一想怎么办 我得想方法挣钱呢 可是有心要走 又舍不下老婆孩子 这个都市啊 就看出来 当家的 你是不是这两天想要出门啊 啊啊 夫人 我正有此意 可是我又放心不下呀 古人言大丈夫治灾四方 你应当出去去找点事做 我在家呀 守着孩子 我等着你 甭管多穷多苦 我都等着你 百里西是大受感动 好吧 那呀 我就出去走一走 看看我能不能出人头地 风气印子 临行前 百里西的媳妇就这都市 把家里唯一一只老母鸡给杀了 让丈夫吃顿好的 你说百里西家穷成什么样 就顿这只母鸡那柴火都不够了 这怎么办 也不能顿一半不顿了 没办法把顶门杠给劈了 烧火了 百里西吃了顿饱饭 含着眼泪发着誓 走了 说说简短这个白里西 先到了齐国 想见齐湘公 可是他现在没有朋友 朝中有人好做官 身边没人 谁给他说话 所以等了好长时间 这个齐湘公啊 也没有照顿 也没有照顿他 可百里西耗不起 身边本来就没多钱 现在这么一来啊 连店饭账都给不起 最后沦落的是流浪街头 管人家要办 后来打齐国 一直要到宋国 该找白里西 时来运转 碰这个人叫简叔 这简叔这个人了不起 他有点像爆书牙 有点像销和 是个伯乐之才 简叔就和白里西 俩人碰到一起了 一谈一落 简叔发现 这个白里西 这是个人才啊 哎呦 怎么沦落到要饭了 哎呀 越说越投缘 俩人是相见恨晚 最后啊 磕头败了把兄弟了 就这样 白里西啊 就住到了简叔家了 可是人家简叔家 也不富裕 白里西一想 我不能老个儿吃白饭呢 干脆啊 我找点活吧 找了个给人放牛的活 你看那么大能耐的白里西 放上牛了 又过了好长时间 这白里西啊 还没坐上官 心里面就有些着急 单说这天 简叔是满脸春风 是推门而入 兄弟 你呀 出头之日到了 我有个好朋友 叫公知奇 这个人呢 就在你的老家 渝国 做大夫之职 我呀 把你推荐给他 看看他 哎 有没有好办法 白里西也很高兴 就这样 俩人来到了渝国 找到了这位公知奇 把自己的想法一说 公知奇就一皱眉 简叔啊 按理说 您给我推荐的人 我一定得用 可是啊 我有言在先 咱关上门说 我说句大不敬犯上的话 我家主公 也就是渝国公 此人啊 贪财 昏庸 是目光短浅 照您刚才这么说 如果这个白里西有惊天伟地之财 留在渝国 恐怕是大财小用 哦 多谢 多谢 简叔翻回头来找白里西 说咱呢 这趟算白来 渝国呀 是个小国 而且渝国公这个人呢 昏庸贪财 我看呢 咱呢 还是另投他们吧 别跟这呆着 可白里西不想走 简叔啊 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头发都快白了 我到现在连个落脚的地都没用 我还找啊 我就找到什么时候啊 渝国 虽说小了点 渝国公虽说是个贪财 无能昏庸的君主 但毕竟我也是渝国人 我看我还是留在这儿吧 我呀 我不想找人 没有办法 白里西就留在了渝国 让他呀 也做了一个大不知之 后来发生了假道法国的故事 您听过我的这个三十六记 或者成语评说的时候 我们都说到了这个成语 叫假道法国 三十六记当中也有一记 就是这个假道法国 我们简单的交代两句 要不然呢 这个故事不完整 晋献公 就是公子崇尔 晋文公的爹 这个晋献公 想讨伐国国 大不寻息就说了 说主公万万不可 国国和渝国是紧密相连 密不可分 这两个国家关系还好 我们要打渝国 国国必然来帮忙 打国国 渝国必然前去救援 我们必定服备受敌 损兵折将 所以说这个国国打不得 晋献公说 那我就没办法了吗 寻息说 也不是 这个渝国公 这个人呢 贪财 喜欢钱 您呢 这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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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呢 假道法国 什么叫假道 借道法国的意思 晋献公一听 那好吧 按你的计策去办 这个大夫寻息 带着一双 无瑕的玉璧 又带着一匹千里马 来建渝国公 那意思就是说 说我家大王 晋献公 晋国愿意和渝国修好 我们成兄弟友邦 这点东西呢 算作是离品 不成敬意 此外呢 我们还有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这个国国呀 经常来骚扰我晋国的边境 我家主公 是可忍 孰不可忍 想借一条道啊 去讨伐国国 当然呢 我们也不白去 借这条道之后 我们所有获得的战利品 美女啊 兵器 锣鼓帐风 全归你余国 而且打这起呢 我们两国世代修好 你要遇到什么 马高邓短 需要我进国帮忙的 我一定二话不说 竭尽全力 余国公就动心了 哎呀 心里这马太好了 这个玉璧也太好看了 再说了 我不为一兵一卒 我就可以得到国国的财宝 这不是好事 天上掉馅饼的美事 同意 赞成 余国公就要同意 身边的大臣公子齐 还有这个百里希也是坚决的反对 说主公这件事情万万不可 您怎么能够同意这事呢 余国和国国 这两个国家就好比嘴唇和这牙齿 俗话说 唇王齿寒 没了嘴唇 那牙齿就会受冻了 国国要一灭 那余国还能生存吗 可这余国公不听 怎么就不行了 那个国国是个小国 晋国比之强之十倍以上 我舍弃个小国 结交个强国 又有什么不好 再说了 我们不分一兵一卒 就可以扩大疆土 丰富国库 又有什么不好 你等不必多说 我一决 余国公同意 公子齐一看 算了 我不能再搁余国待着 要不然呢 我身家性命 脑袋瓜就得搬家 公子齐人家跑了 百里西没走 后来进县宫 派大将李克 荀西去讨伐国国 取得了一场很大的胜利 回到半路上 也就是回到余国的时候 找了个理由 说我家大将 这个荀西和李克生病 走不了了 得歇两天 余国公说 那那歇着吧 我们先是友邦 不分彼此 没出几天 进县宫来 口口声声 要看看自己的这员大将 伤势如何呀 余国公一听 这是个好机会 我赶紧得溜须拍马呀 亲自去赢 进县宫 而且把城中的一些精锐部队全都带出来了 那意思 你进县宫也看看 我余国也不是白吃饭 结果队伍刚带出来 后院就起火 老家就叫李克和荀西给抄了 到现在 余国公后悔 悔不当初没听公子齐和白里希的建议 结果到现在毁之晚矣 这就是假到法国 纯王齿寒的故事 就这样 余国公和白里希都成了晋国的俘虏 让人给逮走了 就在同一年 秦牧公派公子侄到晋国求婚 因为秦国和晋国有秦晋之好一书 这个呢 我们下文书还会详细介绍 翻回头再说进县宫 把自己的大女儿木鸡公主 也就是身生的姐姐嫁给了秦国 同时呢 把白里希等人作为陪嫁的奴隶 一块送到秦国 这个白里希在半道上跑了 跑到哪呢 跑到楚国去了 结果到那人生地不熟 叫人家给逮起来了 掐奸入狱 这个秦牧公一点这个礼品单 发现陪嫁的人当中少了一个 一问谁呀 白里希 有人知道白里希 就跟牧公讲 说白里希这个人可了不得呀 这个人太有能耐了 你别看家境贫寒 但这个人是属于生不逢时 倘若给他的机会 大鹏展翅九万里呀 牧公听说那这个人是个人才 派人一扫听 这人落到楚国的监狱里了 秦牧公就想派人呢 拿着重金要把这个白里希给赎出来 牧姬公主就说了 说你这么办不妥 你这么兴师动众 又拿着钱去赎这个人 那楚国势必会有疑心呢 你什么意思 看来这个人不得了啊 你十分享用 那我得留着 你呀别这样 熟一个奴隶 该多钱就给多钱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平平淡淡 别引起人家的怀疑 就这样 牧公按照一个奴隶的身价 派人呢 带了五张羊蹄到楚国 把这个白里希给赎回来 所以说后人也管白里希叫五谷大父 这谷是什么意思 公羊 就拿五张羊蹄给赎回来 述说简短 白里希回到秦国面见秦牧公 秦牧公一看 吹了半天 原来是个老头啊 头发都白了 这心里面多多少少 有点失望 白里希干嘛的 眼睛门都是空的 一看就明白 牧公的心思了 白里希就讲了 说大王如果派我上山去打老虎 那我不中用 可是如果大王要用我来出谋划策 我比当年的江子牙 还年轻十岁 咱们说过 温水和文王求贤的时候 江子牙八十多岁 老来红 木公一听 这个人出语不凡 跟他一唠 向他请教治国强兵的道理 这回白里希也是滔滔不绝 由谷至今 由内到外 把木公听得是捏呆呆的发愣 哎呀 太好了 我得先生就好比文王得到江太公一样 就这样 秦木公任用白里希为大夫 白里希又推荐简叔 两个人福保着秦木公称霸图强 那么究竟这个白里希又是如何做的 秦木公要是怎么称霸诸侯国的 我们下集再讲